军约队演奏 净显盛大仪式感 13号美国在波兰北部 启用新防空基地 波兰和美国两国士兵 并一间战力气势满满 独特社报导 这座美军基地地处 波罗的海沿岸城镇 雷兹科沃 基地部署由陆基神盾系统 隶属北约组织 广泛飞弹防御系统的一环 波兰总统杜达不忘重申 北约组织会确保国民安全 然而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 已在欧洲引发不安情绪 生前杜达也曾强调 自己与川普关系交好 波兰外交部长习科斯基 也在社群平台X上发文表示 尽管花了一些时间 这座基地证明 美国的地缘战略决心 强调这回美军基地启用 显示无论谁入主白宫 波兰与华府的军事联盟 坚若磐石 第一方面消息也让克里姆林宫坐不住了 雷兹科沃基地早在2007年还在规划阶段时 就被克工视为威胁 如今正式启用 代表美军设施离俄罗斯边界更近了 俄罗斯是否又用什么方式来表达不满 全球持续紧盯 三连新闻林志祺报道